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朋友小韩最近非常伤心 男友和他刚恋爱的时候对他特别好 给他买礼物,陪他聊天,给他做饭 可最近这一切都变了 男友对他的态度变得冷冰冰的 一点都不在乎他 他到底还爱不爱他了呢 小韩很困惑 其实如果在日常点滴中发现了男友不爱你的迹象 那就不要胡思乱想了 女人的第六感觉是最灵敏的 你之所以有这种感觉 多半是因为男友不爱你了 男人是理性的 他的思维很直接 爱或不爱在他那里都会异于言表 爱你的男人不会让你整日揣测不安 胡思乱想 他会让你活得很踏实 而不爱你的男人 才会让你每日如坐针毡 寝食难安 其实男人如此对你 就算嘴上说爱你 心里也是不爱你的 一 不爱你的男人 目光冰冷 没有温暖 社区里有一对中年夫妇 是丁克家庭 我们都以为他们二人过得很幸福 茶余饭后 一起聊天的时候 如果有他们夫妻在场 却发现男人看女人的眼神是冷冰冰的 而且两个人一起出去的时候很少 多是独来独往 别人家里都充满了欢声笑语 可在他们家里连说话的声音都听不到 大家都很唏嘘 这两口子的日子到底是怎么过的 后来才知道 女人的父亲曾经是男人的老师 因为有恩于他 所以在弥留之际将女儿托付给了他 男人因为曾经受恩于老师 不好意思拒绝就接受了 但是他真的不爱他 于是在婚姻里 男人对女人只有责任和义务 而女人对男人却一往情深 只是男人并不接受 大家这才明白 原来男人看女人的眼神冰冷 是因为不爱 莎士比亚说 女人用耳朵恋爱 而男人如果产生爱情的话 是用眼睛来恋爱的 男人的爱情多数藏在他的眼睛里 爱你的男人 眼神里会充满了温暖和宠溺 而不爱你的男人 才会面若冰霜 眼神冰冷 因为爱你的男人会懂你 他会为你考虑很多 愿意照顾你 呵护你 所以眼神里满是心疼 而不爱你的男人 他的心里不会想到你 他的世界里也没有你 他并不在乎你 所以眼神里充满了冰冷 爱和不爱之间 虽然只是一字之隔 但是却瞒不了任何人 总之 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 他看你的眼神 既不会太过冰冷刺骨 也不会太过薄情寡义 相反 他看你的眼神里 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 某种慈悲和怜悯 因为他真的很爱你 所以他能够充分理解 和体谅你的难处 当他看着你的时候 他的眼神里会充满 无限的爱与温柔 尤其是当他得知 你一路走来十分艰难 你曾经吃过很多苦 你受过很多罪 他看你的眼神里 就会忍不住流露出 无限的怜惜和疼爱 判断一个男人爱不爱你 你可以通过用心观察 他的眼神 就能一目了然 一个男人若是真心 喜欢和在乎你 他看你的眼神里 就会充满温柔与爱意 他会目不转睛地看着你 如果一个男人 从来不肯拿正眼看你 他总是无视你的存在 那么毫无疑问 他并不是真的爱你 他可能早就想离开你了 一个男人如果真的爱你 那么他看你的眼神 就会显得格外真挚和深情 相反 如果一个男人并不爱你 他的心里根本没有你 那么他看你的眼神 就会充满嫌弃与厌恶 一旦你意识到一个男人 并不爱你 他对你充满了冷漠和疏离 他的心早就不在你身上 那么你也不必继续傻傻地爱着他 你应该趁早放手 二 不爱你的男人 语言牵强 没有温度 一个人的语言里 藏着他对你的态度 尤其是在感情里 爱你的男人会在吃饭 睡觉 日常生活里 充满了暖心的体贴与问候 而不爱你的男人 言语里充满了疏离和冷淡 没有温度 在亲爱的客栈里 陈龙和张玲的到来 让观众充满了期待 可整个节目下来 却感觉到二人爱得很牵强 在前往客栈的车上 陈龙就吐槽自己的妻子 什么都不会做 到了客栈之后 张玲不小心把冰箱里的东西 倒在了地上 陈龙就说 两个人干了一个人的活 明显是对张玲的不满 从整个节目的细节看 陈龙对张玲极其不耐烦 语言冰冷 一个不爱你的男人 和你说话的方式 会显得特别粗暴简单 因为他不爱你 所以他和你说话 往往不留情面 他说话可能会特别刺耳和难听 当一个男人和你说话的时候 从不注意方式方法 他说话直接了当 他说话的态度过于粗暴恶劣 那么说明他根本没有把你放在心上 一个真正深爱你或在乎你的男人 他会时时刻刻把你放在心上 他会时刻提醒自己注意说话的方式方法 他会对你极其温柔体贴 因为他心里在乎你 所以他和你说话的时候 会显得极其温柔和真挚 他说话的态度会极其柔软和深情 相反 如果一个男人经常在众人面前斥责你 他和你说话完全不顾虑你的面子 他也不顾虑你的心情和感受 他完全不懂得尊重你和体谅你 那么说明他可能并不是真心喜欢和在乎你 既然一个男人心里根本不爱你或不在乎你 那么你也不必对他一往情深 你可以对他彻底死心了 爱情都是从交流开始的 当然也会从交流结束 爱一个人会成为话牢 感觉说再多的甜言蜜语 也难以表达自己内心的喜悦 而不爱一个人的时候 所有的疏离和冷漠都会预先表达出来 生活中 如果他开始对你表现得不耐烦 无论你说什么 他都不会好好地回答你 对于你的交流 也只是恩阿的敷衍了事 那么多数是不爱你了 其实男人如果不爱你了 从他的语言里就能看出来 满是牵强 没有温度 三 不爱你的男人没有交流 内心疏远 其实爱情就是心理上的关注 爱你的人会时时关注你 会对你用心 在网上看到一个女人的控诉 她说老公对她不好 她晚上来立价了 恰巧卫生巾又没了 她就让老公出去帮她买一宝 可是在打游戏的老公却说 男人买卫生巾会让人笑话 不去给她买 没办法 她自己穿着厚厚的大衣 在风雪的夜里出去买了 还有一次 两个人一起坐公交车 车上坐满了人 只有一个空座位 老公二话不说就坐在了座位上 而她站在了一边 车上那么多人 都向他们投来了奇异的目光 让她觉得非常委屈 她还说老公在生活里 没有让着她的时候 都是她在让着她 让她感觉老公根本就不爱她 她也因此常常产生怀疑 爱是一份长久的承诺 她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 哪怕是你的一个微笑 一个眼神 擦一把汗 洗一次碗 只要你是诚心的 都足以打动对方的心 如果她爱你 她会如此细心地关怀你 如果不爱你 这些就是负担 她不愿意再去关照你 不愿意在你身上浪费精力和时间 爱你的男人 为你用尽所有都是心甘情愿的 而不爱你的男人 哪怕只是一个微笑 他都很吝啬 所以男人不爱你时 心里会疏远你 以上便是男人不爱你的信号 别犹豫 该转身离开了 两个人之间 因为彼此喜欢而恋爱 以为只要爱了就是终极目标 其实爱情的本质是找一个爱你的人 和你共度余生 爱你的男人会所爱隔山海 山海皆可平 不爱你的男人 一点小事都会成为爱情的绊脚石 在他的眼神里 话语里 内心上都充满了冰冷 所以女孩子在没有结婚的时候 一定要对自己的男友多多观察 仔细辨别 找一个置你冷暖 懂你悲欢的人度过一生 才会幸福 愿每个女人都有自己的幸福 有美好的归宿 别让自己在生活里 一个人漂流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传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